青春环游季三最新一期,杨阳终于回归了,而且这期请来了两个嘉宾,马天宇和柳妍,总体看下来还是很不错的,有笑点有泪点,还能看到杨阳,马天宇同框,简直是眼狗的春天。 首先,没有好好利用嘉宾,本来常住嘉宾就已经有那么多位了,就没必要同时请两个很有梗的嘉宾了,导致镜头都分配不均,柳妍是走美女路线的,但凡给她一套好看的服装,她也能很出色,马天宇则是走古装美男路线的,也是可以穿上好看的衣服的,结果这一期没有好好利用嘉宾,感觉他们过来,就是给常住嘉宾当陪衬的。 其次,游戏太少,广告太多,这一期的嘉宾都很优秀,杨阳回归,马天宇好看,柳妍颜值也不错,汪苏龙和范澄澄也没缺席,这么好的阵容,应该可以玩出更新鲜的东西。 但是总体算下来,游戏才三个,而且游戏结束之后,还要嘉宾帮忙打广告,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,观众看这个综艺是图个开心的,差不多每个明星都有一些不好的经历。 贾玲,马天宇,宋小宝这些人,在其他节目中也讲述过,但非要在最后走山情路线,汪苏龙出道这么多年,也在节目中展现了音乐才华。 范澄澄在和杨阳互动频繁之后,逐渐洋化,变成了可塑造的帅哥,你如何看待青春环游季三呢?欢迎在文末留言评论哦,喜欢我的文章可以点击收藏加关注哦。